今天我們來教基本的平面上的坐標 y等於x平方減1 那s如果比1大呢 x平方減1是正的 s比-1小呢 s平方也是正的 s如果介於-1跟1之間 y的值呢就是負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平面上的 坐標圖畫出來 今天就教到這裡啦